7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 宣布美国将在年底前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 将重点从中东地区打击恐怖主义,转移到对抗中共和网络战的威胁 拜登表示,将继续支持伊拉克的民主,包括今年秋天的选举 但在那里的军事任务将会改变 拜登为美军从伊拉克正式撤退制定了时间表 计划在年底前将美国的军事任务转变为咨询和培训任务 美国军队将不再参与战斗 拜登承诺,美国将提供帮助 但从现在开始的支持将主要是财政支持,而不是军事支持 美军的行动代表了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方向 即结束20年来针对911恐怖袭击的过失反应 将重点放在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身上 这才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卡地宾同意,美军不再参与前线战斗 但他坚持寻求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 以帮助伊拉克政府击退ISIS的残疑势力 自去年前总统川普下令,减少在伊拉克的驻军以来 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人数从3000人减少到2500人左右 由于需要继续执行咨询和培军任务 诸金人数的下一步削减可能不会太大 一周前,一个伊拉克代表团开始与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会面 讨论美国如何在战斗任务结束后 与伊拉克保持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联系 目前还不清楚现有的大约2500人的部队是否会进一步削减 2007年,在美国领导的针对基地组织和其他激进组织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美国在伊拉克大约有17万名士兵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于2011年从伊拉克全面撤军 此后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 并威胁到了巴格达 2014年,奥巴马又决定派遣部队返回伊拉克 美军培训和指导伊拉克部队的任务 就起源于2014年美军返回伊拉克的行动 鉴于美军受到攻击的可能性 美军一直保持一支特种作战部队 以应对必须的军事行动 其实作战部队和参与训练咨询的部队之间可能没有明显的区别 但在过去几年 美军的主要任务是在伊拉克的大型基地工作 协助收集情报 并为能力日益增强的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提供咨询 除了针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特别行动任务外 美国地面部队多年来一直没有在伊拉克发动进攻 原因是美国的军事存在 受到伊拉克国内政治势力的挑战 美军和联军基地经常受到 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民兵组织的袭击 这迫使美国将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击ISIS的军事存在 与敏感的伊拉克国内政治之间达成某种提案 拜登政府在面对中共侵略性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维持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持续的军事存在 除了承受风险以外 已经意义不达 拜登认为美军去阿富汗 是因为20年前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但是这不能成为美军应该在2021年 还继续留在那里的理由 拜登曾在今年4月宣布 剩余的2500名驻阿美军 将在今年9月11日恐怖袭击20周年之前撤出阿富汗 但现在撤军实际上已经完成 2002年 白宫签署了一项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法案 时日美国总统布什 指责当时的伊拉克领导人塞巴姆 聚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就在上个月 众议院投票废除了那张有19年历史的许可证 批评者认为他被滥用 现在已经过时了 拜登对此也表示赞同 拜登已下令对美国的军事部署进行全球态势审查 以便是美国的军事阻击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 适当地保持一致 拜登政府对中共迄今一直保持着关注 包括制裁和谴责中共在香港和新疆侵犯人权行为 及继续实施前总统川普针对中共的保护性关税 欧洲领导人也愿意配合拜登 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中共挑战美国 决心要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这意味着与中共的对抗 已经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